《药书亚记》第24章第十四节 演唱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情深十二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座大河那边 王在埃及所侍奉的神取调 可以侍奉耶和华 我将一个软件明明存在在这个世界 但它会影响这个世界 它会介入这个世界的软件 拍入现实的金融体系 我就知道这个软件最后的软件出什么 因为我知道现实的金融体系之外 我也知道这个现实世界是人的贪婪 还有是神所定日定律 第三样就是所有关于将来的 都一定跟神有关 这三样软件关于现实的金融 再加上神 全部这三样都是word 都是铁定的定律 但是三样新东西融合 新的融合就产生现在我们所见的金融 丑态 就是丑态 就是那些人错完又错 试完又试 好像永远都不会学到教训 教训都学不到 但我已经预知了 已经在说这件事会不断出现 我说会犯罪案的方向 我说这些杠杠会产生的会有爆煲的现象 我说的大岳会怎样玩这个事 全部都说了 因为我融会了这三样东西 所以举世就算是年 Gitfire 也有说比特币的 但不会说到我这么清楚 他不会说到指定会发生的事 因为我连人类的贪婪都算进去 我知道现实会如何 然后神会如何惩罚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 不是一个会写program 人一看比特币就知道 软件会如何 他怎么会知道 他都不会知道 这件事变成货币的时候 会影响这个世界到什么阶段 因为它是一样不存在的加密货币 但相对亦有确立在电脑的智能 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它变成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你对现实生活不了解 金融不了解 而电脑世界 智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多大 你又不了解 那你就不会知道 Bitcoin会变成什么 你没有想到会变成什么 你没有想到它强在哪 人家说要弱你就相信它弱 或者强你就相信它强 因为赚了钱 用贪心去分析 我现在计算了 差不多十年前 十年前我已经预知到 今年这个时间 全世界面对Bitcoin的时候 会有什么历史会产生出来 去到今天 to the day 今天 还是没有离开过 我所有的prediction 无论是起跌的幅度 还有人们怎么玩 还有怎么惨 都一模一样 都未平革 人们好像永远都学不到教训 如果你想想 人们要一早听我说的话 就不用这么惨 只看我们自己的教会 就知道 我们的教会不会犯这个问题 如果听我说 又不会自作聪明的话 不会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以你所说的就是Word 就是因为电脑实际我真正了解了 神为什么坚持他的话 确立他的话 是因为这个世界都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我是从电脑发觉 你不能有一句乱写 而你不为他负责任 你不会想他的效果 你这样写program 你不是一个programmer 你一定不是一个programmer 因为你不可能 你每一句都是要不负责任 每一句都不知道他带来的后果 那这样写下去 还要把自己的programmer 这样 那现在你就明白 神你其实怎么要求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句话 为什么要说得合议 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纸里面 为什么我们连一句污蔑的说话 都不能出口 为什么呢 现在就明白了 原来我们自己有时候说的 或者信的 或者proclaim的 是programmer了我们人生的结局 而神对我们说的 他都programmer了我们人生的结局 当然有些是对于我们说的 有些是对全世界说的 他说你人中的什么 收的什么 这个是对谁说的 是对全世界说的 但是问题是有些人相信 神是说了这句话 但是他也是创造这个世界 而这句话是他创造这个世界 之后的其中一句statement 继续operate这个世界 对不对 譬如我们说杀种 三十倍六十倍八倍 是神说的 operate这个世界的software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violate这个statement 还是我们去operate这个statement 我们initiate这个statement 在我们生命产生功效呢 这个statement 是一个给大家的promise 所以你可以不operate一世 然后觉得他不对 但是我一世都operate 我就告诉你 他是对的 付诸是可以百倍的 是绝对可以的 医治是可以百倍的 什么都可以的 你只要用对方式operate 就行了 因为这个是神的software 就是说他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不是finish了创造的 因为人类的存在 人类的诞生 operate了bonus的promise 比如好像亚当夏娃 他犯了罪之后 是不是有bonus的promise 全世界就是因为那几句说话 继续operate到现在 因为没有亚当夏娃 神不会说这些说话 有了亚当夏娃 这个创造多了个bonus 好了 接着阿伯拉赫呢 没有阿伯拉赫哪有信心之父 有了信心之父 是不是有了个bonus 是不是万国都因为他后遥而得福 是不是 那个是否继续在创造 所以我看那段说话 哇 厉害 这里在神创造未完 在这里多了一个人类 在这个时候多了这个bonus 以后这个人之后 我可以operate这件事 我祝福阿伯拉赫的 神就祝福我 救了他就救了我 我小时候就认识这些 但那些人会说 他自己喜欢化疯 他以为神在做这样的 你知道吗 还有很多我没记住 约书上记第二十四章 第十四节 远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旺在拉及所侍奉的神随调 去侍奉耶和华 主法则 永光 信息进展次方 向凌朗心黄放 走着神尽追港 走着神追港 今再闯 走着神追港 宁愿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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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奉